在华夏生死存亡之际 有一个人经不起侨打和诱惑 竟然两次一主 生而为人的他 不愿做人却甘愿当狗 他创建了魔窟76号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 残害多位英雄一世 在魔窟制造血案多达三千多起 最后却是落的 被主子铲除的下场 这个人是谁 他为什么多次一主建立魔窟 又是怎样惨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李世群 浙江人 早年聪慧的他靠着努力 考进了上海大学进修 之后 李世群在上海作为记者 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 同年他被巡捕方抓捕 当时他拜师上海滩大佬纪云青 最终他被保出监狱 四年之后 李世群又被南京方面抓捕 由于他受不了刑讯逼供 狡猾的他直接倒戈 成为了南京方面的一名情报侦察员 由于这件事并没有向世人公开 所以我党情报人员对此一无所知 后来 组织对李世群的身份越发捉摸不透 就命他刺杀早期倒戈南京的丁墨村 以此来试探他的身份 李世群随即和丁墨村商讨对策 他们决定倡议出狸猫换太子 于是当时南京中统上海区区长惨遭毒手 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南京方面的怀疑 他和丁墨村一起被捕入狱 但是丁墨村有后台 所以很快出来了 妻子最终牺牲色相救出了李世群 这让李世群明白权力是何等重要 南京沦陷之后 李世群被命留在南京进行潜伏 这时他还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小角色 为了可以飞黄腾达 李世群决定找一个更大的考栅 第二年李世群接到前往武昌的命令 他看准机会 撕吞了所有经费 多方辗转 最后到达香港 和侵略者正式接头 正式投入了侵略者的怀抱 之后李世群使用各种办法搭人下水 组建了一批由各种渣子构成的班子 之后在侵略者的庇佑和指挥下 成立了伪政权的特工总部 定制于上海的吉斯菲尔路 76号李世群人总部副主任 至此76号魔窟正式成立 在侵略者的指挥和操纵下 他们为达目的无所不及 破坏抗战 残害百姓 干下了无数的罪恶够大 在接下来不到四年的时间 由76号策划的绑架 暗杀等血案 高达3000多起 由于李世群的卓越功绩 他被任命为总部主任 至此李世群到达了权力的顶峰 他的势力开始急速膨胀 在苏浙地区均有他的机构 手下最多竟有二十余万人 之后他还协助侵略者开展清香行动 又在他的身上涂下耻辱的异地 由于势力壮大 侵略者生怕李世群最后不可控制 变成自己的障碍 随即决定给李世群画上句号 一天晚上 长官宴请李世群 碍于长官的情面 李世群不得不负这场断头宴 起间 李世群万般小心 但是还是难于脸色 吃了一块牛肉 但李世群没有想到的是 这块牛肉里掺杂了侵略者的一种毒药 无色无味 虽不会立即发作 但是发作后就无药可救 在三十六小时后 李世群上路下线 身体变得像猴子一般 迎来了他所注定的结局 善恶中有报 为了利益不惜残害同胞 像这样的人 又怎么会迎来好的结局 只会永远被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吧